第392章苗凤王 宋金玉被宋万三捏小鸡一样捏在手里 毫无反抗能力 这怎么可能 这一幕 让在场众人狠狠震撼了一把 所有人都认定 宋万三会被苗凤凰下骨 就算能活下来也是任人宰割 可没有想到 宋万三突然出手打飞苗凤凰 踩爆他半边脑袋 还捏住背叛的宋金玉 绝境瞬间扭转了过来 深藏不露啊 众人对宋万三有了新的认识 叶凡和朱长生的笑容也变得玩味 宋金玉也是彻底呆了 连苗凤凰横死的悲伤都忘了 定定看住伺候多年的父亲 宋万三何时有了这样一副身手 他平时就没见宋万三练过舞 还时不时体弱感染风寒 那副弱不经风 都让人感觉随时会倒地 结果 宋万三的体弱多病是假象 宋金玉突然感觉 父亲比自己还要陌生 宋金玉脸色苍白 欺然一笑 看来你一直防着我宋万三轻轻摇头 不是防住你 是社会太残酷 我习惯留一首偌大的家业 几辈子的富贵 不多留一个心眼 只怕扎都不会剩下 宋金玉点点头 明白了 你又给我上了一课 其实你是我最看好的接班人 从小跟我吃苦过来 家业交给你一定守得住 宋万三语气淡漠 只是你不该被苗凤凰迷倒 更不该为他对付我宋金玉目光柔和 我错了 只是我不后悔 为了他 我愿意牺牲一切 包括你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度余生的机会 宋万三盯着宋金玉亲身开口 苗凤凰手里的东西在哪里 宋金玉文言身躯一阵 随后看住父亲一笑 原来三十年前也是你做局 正蹲在地上给中毒者施针救治的叶凡 恰好听到这一嘴 他动作微微一致 随后恢复平静继续救人 看到叶凡第一时间救人 不仅华清风他们暗暗点头 朱长生也是多了一抹欣赏 此刻 宋金玉正接着苦笑 你一直惦记着九忧 宋万三正打断宋金玉的话 你不好好弥补 怎么跟你弟弟妹妹交代 这就是交代宋金玉忽然枪口一转 塞入嘴里猛地扣动 一声枪响 宋金玉脑袋开花 他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 给自己今日行径负责 众人一阵惊叫 场面变得混乱 宋万三微微闭眼 神情复杂 叶凡冲过去一看 对宋金玉轻轻摇头 没救了 爹 大哥 外公 大舅 在宋金玉直停停躺地时 宋武和宋红颜他们也冲了上去 今天虽然控制了局面 还杀到了苗凤凰这个宿敌 可宋家也元气大伤 死伤一百多人 所以 宋家子侄都格外珍惜 这难得的劫后余生 朱长生他们也上去祝贺宋万三 叶凡没有凑热闹 他望撂往门口 然后跑了出去 他突然发现 断了手脚的白忧不见了 出到飞来格外面 叶凡轻轻抽动一下鼻子 随机寻着一抹气息前行 白忧身上的气息格外不同 叶凡速度很快 转了七八栋建筑后 又穿过一条石头小路 接着还进去一个屋子 再从后门出来 没有多久 叶凡就来到了宋家一个小院子 这里算是山脚 庸人和保镖居住地 叶凡无声无息站在门边 折折 院子响起一阵突兀的怪笑声 白忧 你回来了 我妈呢 接着 叶凡就听到白忧虚弱声音 风狼大人 事情不好了 什么 在白忧一阵嘀咕声中 怪笑声到一半就戛然而止 死了 我妈妈怎么会死呢 白忧低声回道 风狼大人 凤凰大人被宋万三 阴谋害死 乱枪乱刀打死的 混账 苗风狼怒吼一声 宋家欺人太甚了 我要弄死他们 我要在水里下毒 突然 他又变了脸色喝道 外面是谁 显然 他发现了外面的叶凡 嘎吱 叶凡没有躲闪 直接伸手推开大门 大门洞开 阳光照射 院内依然阴森森的 接着 叶凡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人 一个是白忧 他鲜血淋漓 极其虚弱 也不知他怎么逃到这里 一个是高大的男子 眼神深陷 嘴唇乌青 指甲也是黑色 死气缠绕 活死人 这是叶凡下意识生出的感觉 白忧见状大惊 开始指证叶凡 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跟宋万三 害死凤凰大人随后 他退后几步 担心被叶凡狂揍 他已领教过叶凡厉害 同时 白忧眼睛滴溜溜乱转 寻找着事情不妙时 如何靠一条腿跑路 是你杀了我母亲 苗蜂狼的声音带着愤怒 我今天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叶凡没有理会 只是望着白忧一笑 白忧 谢谢你带路 你任务完成了 你可以走了白忧挪动的脚步 瞬间停止 苗蜂狼眼睛盯向白忧 宛如一条毒蛇 蜂狼大人 我没有出卖你白忧心里咯噔 不是我带他过来的 我真没出卖你 如不是你出卖 连我母亲都死了 你又有什么能耐逃出来 苗蜂狼吼叫一声 叛徒 去死 下一秒 他左手一扬 一条黑蛇向白忧射去 白忧下意识躲避 可没想到 小蛇在半空中身形扭动 竟然直接拐弯 一口咬住白忧脖子 扑 猙獰的獠牙全部没入 白忧一声惨叫 随后直停停倒地 蹊跷流血 他死不瞑目 悲愤盯着叶凡 太狡猾了 看到白忧这样横死 叶凡毛骨悚然之余 也有点意外 他没想到苗蜂狼这么好忽悠 挑拨几句就杀掉白忧 随后他又反应过来 苗蜂狼昏睡了三十年 身体成长 星星却停留少年 难免单纯 现在 该轮到你死了 这时 苗蜂狼身子一股 衣服领子和袖子里 出现一条条蝎子来回游走 这幅画面 让人看一眼就毛骨悚然 叶凡暗暗叹一口气 他是真不愿意跟这种人交手 而且对方只是一个孩子 胜之不武 但是 苗蜂狼看样子是要大打出手了 想到这里 叶凡伸手一探 抓出一大把银针 第三百九十三张符了 杀 几乎同个时刻 苗蜂狼怒吓一声 双臂猛地一压 十几条蝎子射向了叶凡 嗖嗖嗖 叶凡手腕一抖 银针爆射 啪啪啪 十几只蝎子全被银针钉在地上 死命挣扎却无法脱离 见到这一幕 苗蜂狼心疼坏了 这些蝎子可是他醒来后 用心血豢养出来的 结果瞬间被秒杀 这让他如何接受得了 我要杀了你 苗蜂狼胳膊一抬 一条黑色小蛇 弓身一弹 彭腐力剑一般 向诸叶凡射去 叶凡微微一惊 抬手 两枚银针射去 结果却被小蛇敏捷躲开 靠 在叶凡暗呼一声强大时 小蛇已经暴射到他的面前 叶凡只能探出两根手指 电闪夹住小蛇的脑袋 小蛇的躯体 趁势往叶凡手腕上一盘 叶凡毫毫不犹豫捏爆小蛇脑袋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饶是如此 手指和手腕也感到胡辣辣的疼 他中毒了 在叶凡微微一致时 苗蜂狼又是双手一扬 几十条蜈蚣扑了过来 叶凡再度一洒剩余银针 把九成蜈蚣钉在地上 同时双掌一拍 把五六条蜈蚣拍落在地 只是掌心再度一痛 又多了几个伤口 这苗蜂狼毒物还真是厉害 叶凡忙一转生死时 把毒素逼迫了出来 同时把地上蜈蚣踩死 你不怕我的毒物 看到这一幕 苗蜂狼震惊不已 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家底都砸出去了 叶凡却毫发无损 叶凡冷哼一声 雕虫小技 那老子就跟你硬钢 苗蜂狼不再施展古毒 手里多了一条长鞭 气势如虹抽向了叶凡 嗖嗖嗖 长鞭虎虎生风 灵动如蛇 整个院子顷刻充满了鞭影 叶凡双脚发力 身体腾空而起 凌空旋转 从容堵过苗蜂狼攻击 砰 长鞭没有抽中叶凡 却把他身后木门抽烂了 力量惊人 叶凡还没落地 就感觉脚腕一紧 已经被长鞭缠住 然后 一股巨大的力量让他失控 像是公仔一样被抛向空中 空中毫无借力之处 嗖嗖嗖 叶凡前翠不挣扎 顺手又抓起一枚瓦片 对住苗蜂狼毫不留情射了过去 苗蜂狼脸色俱变 膝盖跪地 身体厚痒 一个铁板桥 瓦片全部落空 扯着这空档 叶凡扯开长鞭 双脚落地 身形暴退 下一秒 两人又缠斗在一起 都是动作极快 电闪一般 片刻时间 已经斗了三十几招 叶凡不得不承认 这个苗蜂狼异常强大 特别是他的身法 比起苗凤凰和白忧兜 还要敏捷 这三十年 看来苗蜂狼并非单纯沉睡 身体也得到了淬炼 毫无疑问 苗凤凰一直改善着他的体质 还一改就是三十年 砰砰砰 激战分开中 叶凡不退反进 瞬间欺进苗蜂狼面前 一连串的拳头打出 是大力尘 可这一连串拳头 全被苗蜂狼挡了下来 叶凡力量越大 他封挡力量越大 叶凡速度快 他跟住快 总之 苗蜂狼一直跟住 叶凡节奏硬碰 三十六拳 拳拳到肉 哈哈 爽 爽 太爽了 苗蜂狼突然好像忘记了仇恨 跟傻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再来 今天不是你打死我 就是我打死你 碎石 叶凡又是一拳轰出 绕过苗蜂狼的双手 打向了他的胸膛 这是他交给刘富贵的 破军拳法第一式 砰 然而当覆盖着杀翼的拳头 打在苗蜂狼粗糙的胸膛时 只是发出了金属般的撞击声 这苗蜂狼的防御力太过惊人 不过叶凡的速度 却没有丝毫停顿 他一飞冲天 第二式 汗衫 砰 拳头 从天而降 全力打在了苗蜂狼的场心 之前还神态自若的苗蜂狼 只感觉浑身一震 双脚都在这攻击力量下 弯下了五公分 与此同时 眼睛光芒跟住暗淡了不少 太爽了 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再来 苗蜂狼喷出一口气 接着再度哈哈大笑 再来来 叶凡没有废话 右手一沉 九成力量 苗蜂狼抬头看住叶凡 一脸戒备 他感觉视线中的叶凡 彭腹变了样 身上覆盖着一层阴寒气息 更让他惊讶的是 明明能够清楚地看到 叶凡的身影就在视线中 却感受不到叶凡的气息 彭腹眼前的叶凡变成空气 只是他身上的力量 却突如其来的澎湃不息 接着叶凡的声音 悠悠传来 语气非常冰冷 彭腹不含感情 你尽管出手 别让我失望 苗蜂狼瞪大了眼睛 你能打趴我 我不报仇了 以后见到你 还有多远 滚多远 你打不趴我 我就把你打趴 杀 叶凡低喝一声 四周空气猛低一沉 消杀无比 苗蜂狼也是心头一震 目光凝聚盯着叶凡 破三军 杀声响起 叶凡一拳砸向了苗蜂狼 这一瞬间 叶凡头顶上的天空 黑云压成 一拳极致 苗蜂狼全力横挡 砰 一声巨响 苗蜂狼掌心堂血 衣服碎裂 他大惊失色 全身力气 疯狂涌现 只是没有半点作用 叶凡这一拳 史无前例 充满着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的杀意 苗蜂狼几乎能够感受到 死亡的气息 下一秒 砰的一声 苗蜂狼跪了下来 地上石砖碎裂成几十块 这一次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跪在叶凡面前 动都动不了 叶凡抬起一只脚 直接踩在了苗蜂狼的肩膀上 服不服 脚掌重入泰山 让人无法反抗 苗蜂狼身子在发抖 他没想到 叶凡的实力 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苗蜂狼释放毒物的本事 不如母亲 但伸手和抗揍能力 却超过母亲一筹 在苗帝是屈指可数人物 可他不仅没有杀掉叶凡 相反被他挤拳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苗蜂狼心里绝望 服不服 叶凡淡淡开口 不服 我送你去见苗凤凡 他眸子流露着杀意 我服 我服虽然很没有骨气 但苗蜂狼却不想死 好不容易醒过来 他哪里会求死 服了 那就想个让我放心的法子 叶凡声音依然平静 我可不想被你时刻 惦记脑袋叶凡没出手杀他 主要是觉得他可怜 一个牺牲品 而且心智有限 杀他完全是欺负小孩 我认你做主人 我可以把本命骨交给你控制 苗蜂狼几斤要凸显 但眼里没有半点桀骜 他摸出一个铃铛给叶凡 这是九幽灵 是掌控我体内火莲的东西 每隔一年 你要对我摇零九下 唤醒一颗火莲种子 不然我就会冰冷死去 第三百九十四张肝脑涂地 叶凡神情犹豫一番 最终收下了苗蜂狼 虽然苗蜂狼三十多岁 但星星却是少年 而且也没见他作恶 所以叶凡没痛下黑手 至于苗蜂狼给苗凤凰复仇 叶凡也不放在心上 除了他有九幽灵作为杀手锏外 还有就是苗蜂狼 对苗凤凰感情不深 沉睡三十年 醒来 不仅变化了世界 也生疏了亲情 母亲两字 对于苗蜂狼来说 更多是一种称呼 你身上死气不小啊 叶凡给中天师发了一个短信 随后看住苗蜂狼开口 看来你母亲对你的救治 是不治本也不治标 苗蜂狼身上有一种腐蚀气息 这慢慢腐蚀着他整个躯体 手脚 胸膛 脸上甚至支架都变得发黑 这让他原本就薄弱的生机 更加岌岌可危 主人英明苗蜂狼 毕恭毕敬回道 母亲虽然耗尽精力 把我唤醒 但我身体受损实在严重 完全就是活死人 他能够唤醒我 让我身体重新运作 主要是靠九优火莲 九优火莲一边燃烧 给我提供动力 一边驱散我身上蔓延的死气 但我体内火莲只有三朵 一朵燃烧极限只有一年 也就是说 我最多只能活三年 而且每天只能醒六个小时 其余时间要沉睡 避免耗损 不然一朵火莲 只能燃烧半年火莲 就像一只黑夜蜡烛 既要照亮屋子 又要防御寒风 他很是老实 向叶烦坦白自己情况 一不小心就会灭掉 叶烦观察了他一会 看得出来 你情况很不乐观 他还想起苏熙儿身上的九优火莲 寻死莫非真是苗凤凰中的 目的就是维持苗风狼未来的生机 苗风狼傻呵呵一笑 能醒来已经是奇迹 你应该庆幸遇见我 叶烦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随后伸手落在苗风狼头顶 做了我的人 我就不会让你轻易死去 我来遏制你身上的死气 让九优火莲可以专心燃烧 说完之后 他生死时一转 掌心吐出剩余的五片白芒 苗风狼身躯猛地一震 神情多了一抹痛苦 但很快眼睛放出光芒 他头上和脸上的死气 如潮水一样慢慢退却 整个五官重新绽放出生机 脖子和胸膛的死气也被击散 肌腹和骨骼也变得红润 接着 双臂和双手的乌黑消失不见 指甲也变得白皙 一分钟后 叶凡收回了掌心 淡淡出声 我帮你击散了全部死气 他要重新蔓延到钢材地步 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也就是说 你每天可以清醒12个小时 不用沉睡来避免九优火莲耗损过度 这一年 你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叶凡拿指巾擦擦掌心 风轻云淡叮嘱苗风狼 一年后 可以再找我驱散死气扑通 苗风狼先是震惊 接着欣喜不已 最后不受控制 跪了下来 谢谢主人 谢谢主人 没有了死气束缚 九优火莲 就能专心提供能量 让他精气神发生质变 还能让他正常人一样生活 这对他简直就是天大喜讯 他再也不是异类了 你也不用跟住我 待会有人过来接你 叶凡笑容玩味 他会好好安顿你的 他对古诗始终有一丝忌惮 自己医术过人无所谓 但亲人未必能抗受得住 所以叶凡希望更好驾驭苗风狼 如此一来 可以减少自己将来风险 苗风狼很是恭敬 一切听从主人吩咐 对了 你们昨晚是不是抓了一个女孩 叶凡突然想起一事 他叫苗苗苗风狼挠挠头 望向左侧一个房间 哪个 哪个 叶凡暗呼一声你大眼 随后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脚踢开左侧房间大门 目光一扫 叶凡倒吸一口凉气 里面没有床 但地上铺着木板和被子 上面躺着十几个小女孩 一个个眼睛紧闭 残留泪痕 不知死活 其中一个女孩还穿着公主服 带着小王冠 长得异常可爱 但眼睛哭肿了 鞋底更是沾染了血 他的脸上还有几个巴掌印 可见遭遇到不少罪 混蛋 你抢这么多孩子 叶凡对苗风狼骂出一句 接着上前检查他们情况 随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 没死 只是昏迷 如果这么多无辜女孩死了 苗风狼也该跟住陪葬了 这是黑幽和白幽 他们带来的 说是愿意跟我玩的玩伴 苗风狼脸上带着一片茫然 看到叶凡生气就解释一句 可他们一点都不好玩 酷酷啼啼 我给你们吃糖也不要 还喊住要找爸爸妈妈 我要沉睡照顾不了他们 于是我就让他们跟住睡了 他好奇问道 主人 你认识他们 叶凡没有开口回应 只是摸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没有多久 中天师出现了 叶凡对他叮嘱几句 中天师点点头 随后带着苗风狼离开了院子 接着 江横渡和警方出现了 他一眼认出公主夫女孩 是自己女儿 苗苗 江横渡冲过去一把抱住女儿 偌大的汉子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又用力摇住女儿喊叫 苗苗 你醒醒 你醒醒将横渡变得惶恐起来 苗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快 快叫医生 别摇了 他中药昏迷了 叶凡拿出手机蹲了下来 动作力索给苗苗示针 一番运作后 苗苗睁开了眼睛 看住江横渡弱弱出声 爸爸 江横渡激动地抱着女儿 苗苗叶凡又把其余女孩救醒 很快 屋子就哭声一片 只是这哭声让人欣喜 因为意味住生机 对了 苗凤凰 黑幽和白幽都死了 叶凡想起一事 望向江横渡 你可以告为你妻子了 扑通 江横渡没有废话 直挺挺跪了下来 叶兄弟 谢谢你救了苗苗 谢谢你为我们报了仇 自己的命 女儿的命 还有老婆和儿子的仇 让江横渡对叶凡愿意干脑涂地 从现在起 但凡你有需要 江横渡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第三百九十五章 正家捅刀子 在江横渡等人 去警局处理首尾时 叶凡正被宋红颜 叫去飞来阁庆宫 虽然宋金玉死了 还伤了一百多子质保镖 但对于宋家原先的惶恐来说 这些损失可是微不足道 要知道 宋家的最坏打算 是整个族人抱着苗凤凰一起死 如今损伤十分之一都不到 他们自然高兴无比 飞来阁已经清洗前进 地面也铺上了红地毯 还摆上不少花草装饰 让人看不出这里曾有过厮杀 叶凡刚刚现身 宋万三就亲自迎接了上来 叶老弟 听说你去追杀白忧他们了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 不得不说宋万三会做人 开口没有追问白忧生死 而是询问叶凡有没有受伤 彰显出他对叶凡关心 白忧死了 苗凤凰儿子也被我打败了 但我没杀他 叶凡把事情解除了一遍 随后话锋一转 他心智不稳 又被我收服 不会再找宋家麻烦了 他的语气很是坚定 目的就是希望宋家 不要再追杀苗凤凰 免得两败俱伤 谢谢叶老弟 听到叶凡这一番话 宋万三他们如释重负 脸上无比高兴 纷纷向叶凡表示感激 虽然苗凤凰儿没死 胆怨怨话去 还被叶凡收服 宋家也就平安无事了 宋红颜更是目光闪亮 看住叶凡 似乎要把这小弟弟 吃进肚子里 叶凡没有跟宋万三 他们过多寒暄 而是第一时间检查 近千名中毒者 确诊后就马上开出药方救治 几个小时后 患者全部脱离危险 等待死亡的他们 重获新生 一个个激动的兴奋不已 要知道 以往中了苗凤凰他们毒素的同伴 就没有一个活下来了 临近五点 宋万三邀请叶凡和朱长生 几个人入宴 今天的变故 让叶凡成为宋家贵宾 每一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宋红颜更是靠着叶凡 像是小媳妇一样 夹菜倒酒 偶尔还用小手小脚 调戏叶凡一番 宋母依然冷着脸 但没有中海时的高傲 望向叶凡的目光 也多了点欣赏 朱长生笑容无比灿烂 看来跟叶凡结交 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一手一束 足够让叶凡慢慢站在金字塔尖 酒过三巡后 宋万三拍拍手 一个亲信很快捧来一个托盘 托盘上面有支票 有银行卡 还有文书合同 没等叶凡出声发问 宋万三就站了起来 一拍叶凡肩膀大笑 叶老弟 这支票 一个亿 是三十颗七星续命单的费用 这银行卡 有一百亿 是你今天把我治好的赏金 这合同 是宋家集团两成股份 也是宋金玉掌控的家当 宋万三 钱脆利落到处用意 这些东西 你给我点面子 收下 尽管在场众人心里早有准备 但听到宋万三这一番话 还是止不住震撼了一把 宋母也眯起了眼睛 这加起来 可是两千亿的节奏啊 叶凡一旦签了这合同 就是宋氏集团第二大股东了 比自己这个亲女儿的股份还要多 宋红颜也雀跃不已 钱不钱是一回事 这意味着外公对叶凡的认可 朱长生倒是没有意外 宋万三城府不小 但砸钱却从不手软 叶凡见状先是一愣 随后盲白白手 宋老客气了 这些东西不能收 今日一事 我主要是帮红颜 而且 你本来就没病 算不上我救你 所以真不能收宋花开和宋红颜在场 叶凡怎么也要摆一摆君子之风啊 怎么不能收 没有你的七星续命单 我就不敢冒险来 今日一出宋万三笑着摇摇头 没有今日一出 苗凤凰和宋金玉未必会横死我原本的设想 是装死引出苗凤凰 但我绝不会跟他近距离接触 因为我担心他的古毒只是这样一来 我就无法轻易偷袭他得手了 但有了你的七星续命单 我不仅底气十足 还敢轻身冒险接触 让杀剧变得更加稳固 最重要一点 你今天还救了不少宋家人 如没有你的医术 今天中毒的人全都要死 躺在外面 倒在大厅的骑马一千人 你救了一千人 还化解了宋家危机 这些东西 你担得起送万三 亲自把支票 银行卡和合同放在叶凡手里 我怎么好开口买呢 宋母也笑着出声 叶凡 收下吧 你不收下 老爷子睡不住 是啊 叶老弟 收下 这钱看起来虽然多 但在老宋眼里 却不算什么 朱长生也笑着劝告叶凡 他单单每年捐献都超过三百亿 看到众人这么劝说 叶凡思虑一下 最终无奈点点头 好 我收下 那就谢谢宋老了 叶凡拿起笔签了合同 还把支票和银行卡收起来 他看得出来 宋万三也是想要急着机会 跟自己拉近关系 毕竟自己这个神医 对他有天大的好处 所以叶凡也不想显得太不近人情 这是七星续命单药方 叶凡又写了一个药方出来 交给宋万三 不过这钱我就不收了 算是我给宋老的见面礼 哈哈 好 你这么痛快 我也就不扭捏了 宋万三很是高兴 一拍叶凡肩膀笑道 这药方 我就当做红颜的彩礼了 宋红颜盲娇羞喊道 外公 你胡说些什么 宋母他们见状 哈哈大笑起来 叮 就在叶凡头疼时 朱长生手急嗡嗡震动 他微微皱眉接听 片刻之后 脸色一变 什么 昨天那批中毒者情况严重 行 我马上过去 叶凡跟住站起来 朱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昨晚的那批中毒者 朱镜儿本来要喂药的 结果却被人阻拦了 朱长生跟宋万三告别 现在情况严重 我必须过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叶凡也拿过纸巾擦擦嘴巴 只是什么人敢阻拦朱镜儿喂药 郑胜庄朱长生目光变得冷烈 郑家这是要给我捅刀子啊 第396章 他们没事 你有事 叶凡跟住朱长生 赶赴到南陵疾控医院时 整个医院大厅早已经乱成一锅粥 全体医护人员取消休假 南陵医护系统药员全都来了 防疫专家也过来会诊 但所有人努力都没用 没有任何一个中毒者的症状得到缓解 反倒是越来越严重 幸亏这些人都是接触中毒 不是黑忧直接对付的人 不然早都死翘翘了 饶是如此 病人也进入了休克状态 当然 普通市民都不知道这一切 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消息大早上就被封锁了 不过进入疾控医院 还是能感受到莫名紧张的氛围 你们是怎么回事 不是一个个号称医疗专家 号称医界化妥吗 怎么现在连中什么毒都化验不出来 越来越严重 再不拿出方案 估计全都要死了 他们都是南陵的子民 结果因为你们无能死掉 你们心里不惭愧吗 当叶凡跟住朱长生 来到观察室大厅时 一个制服女子 对住几十个医学专家 一顿斥责 制服女子四十岁左右 身材高挑 容颜俏丽 但眉间的气势 却给人一种高傲 他说话的时候 角落还有秘书拿着手机拍摄 似乎要把这一幕留存起来 是 是 是 郑鼠 你教训的是 我们无能 对不起 不过请郑鼠放心 我们刚才已经打了X血清 估计会起作用 而且我们已掉来最先进的仪器 还派人去邀请华清风老神医 我们会尽全力保住同志们的性命 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 正一边擦拭汗水 一边向郑胜庄做出沉默 这事情已经引起上面的关注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 一定要保住这些人性命 郑胜庄色力内人 他们有事 就是你们有事 一众医护人员连连点头 表示竭尽全力 朱先生 这时 一个医生看到朱长生他们进来 忙站起来毕恭毕敬打招呼 其他人健壮也都起身 朱先生 郑胜庄转过身来 笑容玩味 朱先生 晚上好啊 你怎么来了 朱长生脸色一板 我不来 人就要被你害死了 朱先生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不明白你说的话 郑胜庄俏脸意味深长 中毒的人可不是我害的 你怎么推到我身上了 我知道这么多人出事 作为尸首和我是要负责任的 可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背锅啊 我这柔弱女子也背不起啊 郑胜庄以前是不敢跟朱长生叫板的 但知道她是一个将死之人后 她就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尽管朱长生去龙都转一圈 宣告病好了 但在她看来不过是虚张声势 而且这一次中毒 只要把事情搞大了 朱长生绝对讨不了好 叶凡微微眯眼 嗅到这女人不是善茶 别说有的没的 朱长生没有跟郑胜庄客套 脸色一寒追问一句 我就问你 朱镜儿拿来的药丸 你为什么阻止她 来的路上 朱长生已经搞清楚事情 上午朱镜儿要拿药丸救人 但郑胜庄却让人阻止她进病房 她喊住怀疑朱镜儿要毒害病人 让人把朱镜儿看守起来 还拿药丸去化验 直到黄昏才给了她自由 你说这是啊 郑胜庄娇笑一声 没错 是我阻拦了朱镜儿 因为她说不出药丸来源 药丸也没有合格症 我担心她毒害病人 所以就不让她喂药 虽然最后检测药丸没发现毒素 但几个医生也表明 这药丸等于保健碗 对病情一点用处都没有 吃进去搞不好药物会起反应 出于安全考虑 我就封存了那批药丸 它不紧不慢 倒出自己用意 滴水不漏 让人找不到半点把柄 叶凡没有听她说话 只是看住屏幕上的病人 神情渐渐凝重 胡闹 朱长生立合一声 这是叶老弟配置的药丸 可以迟缓病人中毒情况 赢取时间保住性命 你不让朱镜儿喂药 这是草菅人命 他扭头望向叶凡 叶老弟 现在吃药丸还有用吗 来不及了 时间拖太久了 七星续命单最大作用 是第一时间护住心脉 叶凡让朱镜儿拿来几大盒银针 现在这状况 只有我马上针灸 才能保命 他通过观察室的屏幕发现 很多病人情况严重 脸都快成黑炭了 不少人还进入休克态势 朱长生忙点点头 那就有麻烦叶老弟了 要什么协助尽管出生 你抓上面的药 熬一大桶过来 待会要用叶凡 把写好的药方 交给朱镜儿 不要温火了 尽快给我煮开 煮好朱镜儿点点头 明白朱长生扭头 向郑胜庄他们吼道 全部滚开 让叶老弟救人 叶凡也没有废话 拿着银针就走向病房 郑胜庄看住叶凡 问出一声 朱先生 他是什么人 有行医资格证吗 朱长生哼出一声 他是中海的金志林医生 医术过人 站住 郑胜庄一把挡住叶凡前行 朱先生 你是失手 按道理 我不该质疑你的命令 可以时官生死 你又是一个外行人 你找的医生 又是赤脚医生 这样鲁莽很容易出事 如果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怎么向他们的家属交代 他还像一个领导模样的 中年男子打了眼色 中年男子马上站起来 喊出一声 是啊 朱先生 我们不知道你哪里请的高人 但他来过现场 诊断过病人吗 他知道这些病人 中的什么毒吗 他知道病人身体 对什么药物过敏吗 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喂药 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而且正属已让我们注射了 一属X血清 我们现在最该做的事 就是等待他反应 用科学的方式来解救病人 而不是阿狗阿猫 都就只一把他双手一摊 表示对叶凡不信任 朱先生 正属长 我把话放在这里 这人 绝对不能进去治疗 谁知道他什么水平 他自己找死无所谓 万一胡乱诊治 再让毒素起变化 我们努力可白费了 朱先生 专业的事 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他不住痕迹 给朱长生挖坑 滚 朱长生没有废话 上前就把中年男子踹飞 随后对叶凡开口 叶老弟 拜托你了 叶凡推门进去 郑胜庄目光 盯向了朱长生 朱先生 你这样一意孤行 不听专业人士意见 出事了谁负责 他们有事 我有事 朱长生一字一句喝倒 他们没事 你有事 第397章 X血清的功劳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 叶凡还把病房 几个监控打掉 然后才开始 对病人针灸 看到这一幕 郑胜庄怒不可斥 但有朱长生在场 他不敢发飙 只能等叶凡 救治不了再问罪 朱镜儿一边让人抓药熬治 一边很是紧张 盯着病房出入口 寻思叶凡 一定要把病人救回来 毕竟这一次 事关朱长生的仕途虔诚 一旦叶凡救治失败 郑胜庄就会把黑锅 扣在朱长生头上 朱长生最好结果 也会是用人失职 比起众人的各怀心思 朱长生要安定不少 坐在长州面前 悠然喝着茶水 偶尔 他才瞄几眼病房出入口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郑胜庄走了十几个圈 最后按捺不住 派了一个清姓 去门口探视 清姓趁着朱长生 不注意跑了过去 在病房门口扫尸了几眼 只见叶凡 正对近百名患者 进行针灸 他速度极快 几大盒银针 像是雨水一样倾泻 很快就在 近百人身上扎了酒针 然后手指在上面 不断转动 让病人身子 渐渐颤抖起来 没有多久 病人就一个个 哇哇喷出黑血 正是清姓 忙跑了回去汇报 正数 那小子正给病人针灸 把病人全部弄得吐血 快不行的样子 什么 真用针灸解毒 还弄得吐血快不行 听到这一句 郑胜庄一脸震惊 故作夸张 喊叫起来 这他妈那是医生啊 简直就是块子手啊 他以为是中世纪啊 随便放血就能解毒啊 朱先生 你找的 高人 要害死人了好端端的一百人 要被他全部害死了 他冲着朱长生喊了一句 随后穿上一次性防化服 冲过去 快开房门后 还一把扭开大灯 他恰好见到叶凡 把银针从病人身上拔掉 病人一个个惨叫起来 还蹊跷流血 好像被人捅了杀猪刀一样 叶凡却神情自若 任由他们惨叫和吐血 好像叫得越大声 他就越兴奋 他手法很快 转眼就把静百人身上银针拔掉 让失去知觉的人 一个个变得有痛觉起来 只是吐出来的血 触目惊心 也让人感觉病人快不行了 郑盛庄顿时大怒 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 混蛋 让你救人 你去害人 我要把你抓起来 他一脚向叶凡踹过去 不准东叶凡 见到郑盛庄 二话不说就踹来一脚 朱镜儿抬脚轻轻一压 一顶 直接把郑盛庄碰撞回去 朱镜儿 你脑子进水吗 你护着他 郑盛庄愤怒不已 你没看到他在害人 来人 快把他抓起来 他让手下抓人 助手 就在几个制服男子 要抓叶凡时 朱长生也走了进来喝道 郑盛庄 你是不是当我死人了 叶老弟在救人 你无缘无故干扰干什么 他对叶凡有着绝对信心 郑盛庄眼皮一跳 随后对住朱长生说道 朱先生 我敬重你 可这小子拿进百人命开玩笑 我容不得他 你看看现场 病人不是嚎叫 就是吐血 痛苦得快不行了 他们中毒已经够可怜了 结果还被这神棍乱扎针 他摆出硬碰态势 如果你非要庇护他的话 我只能连你一起控诉 你耳朵龙吗 我刚才的话 你没听清楚吗 朱长生不怒而微 我会对叶凡所谓负责 病人有事 我有事 现在还没治疗完毕 你急什么 我等不下去了 我不能做事生命消失 郑胜庄大意凛然 还向中年男子挥手 黄院长 快给病人好好检查 看看病情是不是恶化了 他要用血淋淋的现实 来打朱长生的脸 黄院长大手一挥 马上带着几十名专家检查 没有多久 一个个专家目瞪口呆 难于置信病人情况 重新复诊一遍 还是让他们目瞪口呆 几个组长汇聚 向黄院长汇报 黄院长也眼睛瞪大 不相信看住手中数据 这怎么可能 看到黄院长神情 郑胜庄翘脸一寒 黄院长 情况究竟怎么样 黄院长眼皮直跳 随后靠近郑胜庄 嘀咕几句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郑胜庄焦躯一颤 翘脸难看 目光不由自主 望向叶凡 最新检查结果 近百名病人虽然还半死不活 但度过了危险 毒素得到了绝对控制 他不相信 也不愿相信 但血淋淋的数据 却很打脸 朱长生望向叶凡 看到叶凡 风轻云淡 就会心一笑 带着朱敬儿等人 走上来问道 郑叔 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黄院长他们没有出声 只是望着郑胜庄 老天后爱 病情的情况 没有被他人 胡乱治疗恶化 郑胜庄眸子一转 声音保持着高了 相反 现在情况比刚才 要好上不少呢 但这不是叶凡的 针灸起了作用 而是医属的X血清 压制了毒素 让他们身体机能 重新运转 他脸不红 心不跳 也就是说 X血清 让病人脱离了危险 朱敬儿 止不住怒气而笑 什么血清 明明就是叶凡 就好了病人 正盛中不知可否一笑 朱敬儿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的立场 自然希望叶凡是功臣 可惜 医学是讲证据的 黄院长他们都能判定 病人脱离危险 使X血清起了作用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控诉朱先生的 也不会把刚才堵住 放心上他义正词言 对于我来说 病人没事 就比什么都好 听到他这一番话 不少不明真相的 医护人员纷纷鼓掌 表示对医属一把手的敬佩 没等朱长生出声 叶凡走了过来 看住郑盛庄一笑 郑鼠 你们确定 X血清能解毒 废话 不是X血清起作用 难道真是你七死回生 黄院长嗤之以鼻 你当我们傻子 针灸解毒 还一人解百人 电视都不敢这样演 几个亲信 跟住点点头 郑盛庄也站到叶凡面前 年轻人 脚踏实地好点 千万不要哗众取宠 这次幸亏X血清起了作用 你没弄出大乱子 不然你就要牢底坐穿了 下次 不要再渣渣呼呼 急功尽力了 更不用想着 把黄院党他们和X血清功劳 站为己有 他还对住黄院长等 医护人员喊出一句 今晚 你们都是英雄 都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我会给你们寄一功 谢谢郑叔 谢谢郑叔 黄院长他们顿时欢呼不已 喊声都要先翻整个病房了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能吹半辈子了 谢谢郑叔教会 叶凡示意朱镜儿不要生气 一脸谦卑 向郑胜庄认错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他还伸出手笑道 以后 我一定夹着尾巴做人 知错就好 郑胜庄一脸傲然 赶紧跟朱先生他们出去吧 别妨碍黄院长他们 下一步治疗 怕礼貌性跟叶凡一握手 哎哟 这一握 郑胜庄忽然惨叫一声 发现掌心多了一个针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从病人身上拔下来的银针 我紧张过度 忘记丢掉了 叶凡捏着一枚银针 惊讶开口 真是对不起 扎到正数了 不过X血清能解毒 正数打一针就行 实在不好意思 叶凡对住郑胜庄 来了一个鞠躬 丢掉银针后 就转身离开了病房 郑胜庄的俏脸瞬间惨败 第398张养你啊 从疾控医院出来后 叶凡给唐若雪和宋红颜 发了一个平安讯息 他就回飞龙别墅休息了 折腾一天 叶凡多少感到疲惫 回到别墅 钟天师和苗蜂狼都在 正拿着遥控器看喜洋洋 画面说不出的诡异 但相处又很和谐 庸人花姐却不见身影 桌上留有纸条 花姐家里有急事辞职了 叶凡也没有过多打探情况 找到花姐账号 转了两万薪水 随后就让钟天师去做宵夜 他拿起手机打给了苏西尔 电话响了两下就被接通了 然后传来一个温柔清甜的声音 喂 叶凡咳嗽一声 是我 怎么那么晚还没睡啊 苏西尔听到是叶凡 先按了一声 随后若若回到 刚清点完药材 待会就洗澡睡觉 叶凡又追问一句 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啊 吃了 苏西尔小心翼翼回答 早上吃了瘦肉汤米粉 中午吃了白切鸡饭 晚上吃了青菜和肉片 刚才还喝了阿姨顿的汤 只是肚子太饱了 只喝了半晚 他尽力回想着这一天的火石 下午也吃了一根香蕉 嗯 不错 开始吃肉了 还有水果 我还担心你天天啃馒头呢 叶凡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又问出一句 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苏西尔又嗑了一声 然后很是艰难回应 我 我什么我 吞吞吐吐 一看就是没有想我 叶凡又开启逗苏西尔模式 枉费我整天念着你 今晚还特地给你打电话 听到叶凡生气 苏西尔忙着急回应 不 不 我有想 他始终不好意思说出暧昧的情话 有想就好 算你有良心 叶凡没有太逼苏西尔 声音温润 你在金之灵这几天怎么样啊 我很好 每天打扫 简要 学针灸 看医书 苏西尔对叶凡很是坦诚 布鲁克还教了我西医 说我天赋不错 有机会要送我去国外进修下 他提起布鲁克对自己的肯定 希望可以让叶凡感觉到欣慰 你有机会去国外 是不是准备抛弃我了 叶凡板住脸开口 外面花花世界 纸醉金迷 金之灵太小 太枯燥 比不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不会去国外的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苏西尔被抛弃两个字吓坏 盲颤抖着声音解释 你莫要生气了 我不会去国外进修的叶凡咳嗽一声 真的吗 真的 绝对真的 苏西尔也不再顾忌什么害羞 只要你不赶我走 我就一直留在你身边 叶凡笑了笑 感受得出女孩真诚 苏西尔带着一抹愧疚 你莫要生气好不好 只要我不赶你走 你就一直留在我身边 叶凡笑问一句 哪天我不会医术了 穷困潦倒了 你还会留在我身边 苏西尔没有丝毫犹豫 会叶凡晃悠悠出声 我变成一条咸鱼了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养你啊 苏西尔语气弱弱回应 你都变成咸鱼了 我肯定要待在你身边照顾你 说得这么好听 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叶凡心里一暖 随后哼了一声 这样 我暂时不想让你学医了 你过来南陵吧 我这里缺少一个庸人 你过来飞龙别墅打砸 医术就先放在一旁了 免得你翅膀硬了 飞走 怎样 叶凡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肯不肯牺牲自己前途来照顾我 苏西尔柔柔出声 好 好什么好 跟你开玩笑 早点睡觉吧 我去吃饭了 逗弄完苏西尔后 叶凡情绪松弛了不少 出来吃完宵夜后 他就跟薛如意他们几个打了电话 确认没什么变故后就洗澡睡觉 叶凡第二天早早起来 晨练一番回来 发现手机有几个未接来电 认真一看是龙都号码 他以为是骚扰电话就没有在意 洗完澡出来 又一个电话打入进来 正要挂掉却发现是李默默 他拿起来接听 默默 什么事 叶凡 怎么回事 前天矿工半天 昨天也不见影子 你究竟在干什么 李默默一副质问的口气 你还想不想要这份工作 叶凡不以为然 我续签了两个大户 不是放假一个星期吗 放假一个星期 你把自己当主管啊 李默默很是生气 王经理随口一说 你也当真 拜托 你可是新员工啊 走点心行不行 叶凡淡淡一笑 那就是王宗元说话等于放屁 你说话对王经理尊重一点 李默默按捺不住了 还有 那两单能够续签 你心里不明白怎么回事吗 苏如画和陈初然 他们本就是老客户 续签本来就没有什么难度 特别是王宗元 动用了他叔叔王会长的关系 两人的续签 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王宗元让你走后门入职 担心你不能服众 就故意跟你作对 然后把这币签两单 让给你跟进如此一来 你就有业绩 也就可以顺利留在公司了 王宗元是牺牲自己脸皮 来成就你 你却自以为是人脉通天了 李默默直接点醒住叶凡 你就不会想想 你在南陵人生地不熟 哪来面子让人千单 叶凡文言一探 这王经理还真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 别说有的没的 你赶紧给我来上班 李默默语气冰冷 你不来 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吧 待你被赶出公司 他也就不会怪我了 行 行 行 我马上去公司 叶凡怕李大勇担心自己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顺便告诉王宗元 我谢谢他十八辈子祖宗挂掉电话后 叶凡连早饭都没吃 就开了车子直奔如意集团 他刚刚出现在公关部大厅 就被李默默一把拉住 然后进入了多功能会议室 会议室聚集了几十号人 一个个眉头紧皱 神情凝重 王宗元坐在主位上 李默默拉着叶凡坐到角落 平时一个个吹得牛哄哄 这交情 耐人脉 怎么现在要你们出力 就全都缩头了 王宗元恨铁不成钢 拍着桌子骂道 这比两千万的欠款 就没有人敢去逃嘛 就没有人敢去逃嘛